根据Social Baker刚刚发表的报告 在2019年Q4 Instagram的Story使用量已经超出了feed 而世界各地的Marketer 投放在Facebook Story和IG Story的广告费 也都越来越高 Facebook和IG虽然是属于同一间公司 但两个平台的Story 无论在功能上还是使用方法 都有少少不同 今天我们Mora就和大家分享 Facebook Story和IG Story的十大分别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MoraDigital的频道 我是Krista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Facebook Story和IG Story有什么不同 我们比较的就是这两个平台的Story 在货币的情况之下使用的话 会有什么不同 而不包括广告的形式 第一个分别就是和直播有关 在Facebook上做直播 虽然它可以让你选择发布成为Post或者Story 不过我们自己的实测里面 就看到其实它只会以Post的形式出现 而不会是在Story的版位出现 而Facebook Live完了之后 也会archive在你的Page上做一个Post 另一方面 可以看到IG Live就会出现在Story的位置 而且也会有一个粉红色的字 写着Live 去通知你的Followers 你现在在进行直播的 IG Live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其实它是可以进行双人直播的 让你和你的朋友 就算你不是在同一个空间那里 你也可以一起做直播 画面就会变成上下分隔了 而完了IG Live之后 就会archive在你的IG TV的频道 你也可以设置不同的Paylist 令你的Followers之后方便观看 第二个分别就是Story的片场 IG Story的片场就是15秒 如果你upload一条片是超过15秒的话 IG是会好好地自动帮你分次成为几个不同的Story 而Facebook Story的话 我们自己试过 其实最长是可以upload30秒的片 但如果你的片是超过30秒 或者可能一分钟的话 Facebook就不会帮你切开了几个Story的Upload 而是会硬帮你剪掉 所以如果当你有一条片想去放在Story的时候 你也要留意两个平台的片场的限制 第三个分别就是功能性的Sticker 现在我这个就是Facebook Story的版面 譬如你想试下加一些功能性的Sticker 现在Facebook Story就有question、poll、donate等Sticker 某些users其实都已经多了一个就是评分 但我暂时我这个帳户的UI就没有 譬如你想加question的Sticker 我们试过 其实如果你想再加多一个功能性Sticker 就是不行的 它会自动replace你之前加过一个 本来其实每一次只可以加到一个 但你仍然可以加 譬如时间 或者是GIF 在Facebook Story上 都是support得到的 而IG Story可以用到的功能性Sticker 就会比较多些的 那你见到除了poll、questions、评分之外 另外亦都会多了countdown、quiz等等 那我们譬如可以试下加一些Sticker 那你会见到其实是可以加超过一个的 可以加多几个都没问题的 另外你同样地是可以继续加一些location tag 可以加上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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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加上GIF 但其实我们不太建议一次过使用太多功能性的Sticker 因为其实有太多这些call to action 你的users看到的时候 其实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可能到最后他看完就算了 反而一个engagement 你都得不到的 而第四个分别 就会在IG Story 多了一些给你创作用的template 假设你进入Story的版面之后 你向了slide去create 那你就会见到有不同的template 包括是可以打字 你可以tack某一个users 你可以加上GIF作为你的Story的背景 或者它甚至本身已经有很多不同的template 是可以给你去选择的 那譬如如果你用GIF做你的Story的背景的话 假设我们现在试下搜索一个 可能HAPPY的GIF 你会见到其实它自动帮你 避免了作为你的Story的背景 你可以之后再加一些不同的template 如果你有时只是想出一些Story 是问一下你的users的问题 但你又想不到配一张什么照片 那这个功能就很好用了 不过暂时Facebook Story 就没有这个功用 所以我们自己的做法 其实会是做完这个GIF Story的背景之后 就在save了作为一条影片之后 再上去Facebook Story用 第五个我们要讲的分别 就是Story的filter 这个我觉得是Facebook Story和IG Story 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分别 首先我们讲一下Facebook Story的filter 你会看到一般可能有些动物 就是QQ爱心的filter 也会有 但我们最惊喜的是发现 其实去年在Facebook F8大会上讲过 说会加入的AR技术 原来已经是应用在Facebook Story上 你会看到 像现在这个 就是一个台湾首饰品牌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产品 配上去试一下自己的样子 你按这个商品细节 也可以看到产品360度 给你呈现 这一件事其实对于零售商 或者是一些 e-commerce的客户来说 是非常之方便的 至于IG Story的filter 虽然暂时未见到 像Facebook Story那样 有些品牌是利用AR技术去 推销自己的产品 但也会看到 其实IG Story的filter 性在够多 分类是很整齐 而且是很得到IG用户的喜爱 很多人是在使用的 你会看到有些不同的效果 不同的颜色等等 其实另外也有很多人 很喜欢玩Fandom 即是一些IP的角色 例如可能是美术女 或者是Pokemon等等 而之前我们大家都会看到 你是属于哪一个哈利波特角色 你是属于哪一个比加超的角色 这些都是一些很vivo的filter 也是很适合作为你的品牌宣传 现在无论是Facebook Story 或者是IG Story 其实你也可以自己 制作属于你的公司 或者你的产品的filter 再放在这两个平台上 第六个分别就是隐私的设定 现在Facebook Page的Story 是一定要公开给所有人看的 你不能说可能vlog了某些用户 或者只是给某些用户看 反而Facebook Personal Story 你就可以有这些设定 只是给某些你的朋友 去看到你的故事 而IG方面 无论你是一个Personal的币 Business Profile 或者Creator Profile 其实你也可以设定 例如你只是给你的closed frame 看的 或者你可以连接到某些用户看的 或者你可以连接到某些用户看的 至于如何在IG Story 设定一个closed frame的list 其实我们以往也有文章 或者影片 是教过大家的 不妨可以去参考 第七个分别就是发布的方式 现在Facebook Story 其实它是会帮你设定 发布它的Post 和Story 但我自己觉得 其实你都做得Story 就没什么必要 再发布成为一个Post 因为本身它们自己的 規格有很不同 因为Story是比较长 其实你发布成为一个Post 的话 是会crop了部分的内容 而且另一方面 如果你本身 那个Story 是一些功能性的sticker 你发布成为Post 其实是失去了那个功用 就会令到你的users 有点莫名其妙 究竟这个Post 其实想我做些什么 而IG Story 它本身可以给你 同步发布去IG 以及一个你已经 Connect了Facebook Page 第八个分别 就是IG Story 才有的功能 就叫做Layout 可以给你继续不同的版面 你看到它 预先有不同的template 可以给你选择 你最多 可以一次过上搜导六张相片 相片 我假设可能是 我选择两张相片 就变成了 你可以在IG Story 才进行Collage 的效果 不用预先用了其他App 或者其他Software 构圈完相片才可以上搜导 这也挺方便 你可以上搜导数张相片 第九个分别 就是同样的IG Story 叫做On This Date 其实它就很像Facebook的Memories 回顾你在以往 这么多年同一天你发布过些什么内容 包括Facebook它就只是限制了一些Facebook Post 就没有包括Facebook Story 如果你的IG 账户已经创立了超过一年 其实你去到Story的Create这个位置 你拉过去你就会看到有On This Date这一按钮 你打开之后你就会看到 以往你这么多年在这一天发布过一些Story 或者是Post 甚至是你和什么账户互相追踪 都可以看到的 比如你选择了之后 你就可以重新分享一个Story 可以给人看你以往发布过的东西 至于第十个分别 就是Highlights 就是精选 其实IG Story 可以给你在你自己的个个个人序 加上一个Highlights 比如你可以选择你以往发布过的一些Story 然后你整合它们做一个Highlight 加完之后 其实它就会出现在你的序 所以你可以将你的Story的内容分类 令到一些可能新追踪你的Followers 它都可以很快速地知道 其实你有什么内容想让它们看到的 但是这个功能 我们看到Facebook 其实现在就没有 很奇怪地 在Facebook的Personal Account 你可以在自己的序域 加一些Story的Highlight 但是在Personal Account 如果你的Facebook的Story 已经过了24个小时 而你要找它的话 你只可以去到Incites 洞察报告的一个位置 那你就看回Story 在这里 看回你自己发布过的Story 但是也没有办法再次分享出来 或者可能是有些特别的设定 我们失去了 如果你知道 也很欢迎你留言 告诉我们 教我们如何做 我们经常都很想FacebookStory 和IGStory的分别 可以越来越小 因为刚才以上说到的10个分别 其实无论你是个人去经营 还是你一个商业去经营 在使用上来 都真的有点不方便 不过我们随着看到FacebookStory 和IGStory 每天的ActiveUser 都达到5亿的时候 是可以期望得到 这两个平台的Story 会越来越累近的 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FacebookStory 他们会改版面设计 就会将IGStory Explorer的那一版 其实都会加到FacebookStory 使用者更加容易去发掘 和去看Facebook的Story 希望我们以上分享的10个FacebookStory 和IGStory的分别 是可以帮助得到 使用上来更加得心应手 其实还有一些分别 我们没有包含到在这片片里面 如果你发现到的话 也很欢迎你留言和我们分享 我们本身Moi 都是一间Digital Marketing Agency 如果你想找人做一些 online promotion的话 也很欢迎你和我们聊聊天 我们也会继续拍片 去跟大家分享多些Digital Marketing Tips和Trends 希望你可以给个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们 下集再见 拜拜